字幕志愿者 李文强 歡迎來到穿越康熙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應該算是我個人 會常常出現的一種狀況 就是尷尬 對 因為我在康熙裡面 其實有一段時間呢 其實被定位成尷尬 一直就是很尷尬 不是 有一段時間 是一直都很尷尬對不對 現在偶爾也會尷尬 對 就是他們很喜歡看我 出糗 或者是一種尷尬感 那尷尬誰最知道 製作人最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電視節目 我們不見得集集看 那製作人是集集都在現場 所以呢 有些什麼尷尬啦 彆扭啦 他們就最清楚 而且都是製作人想的內容 因為製作人想的內容 一定是覺得有趣好玩 還會做嘛 然後如果出來是反效果 那製作人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讓我想起有一次 我們要專訪500 那想說有一點不一樣 那時候就讓主持人交割 讓他也打扮成500的樣子 那變成說在電視上呢 製造500訪問500的這種趣味的感覺 那沒有想到呢 這個500大哥呢 始終就是不認同這樣的做法 所以呢 當交割 看到500 然後就開始訪問了嘛 就要發射太空彈 Online 我是500 然後一般藝人是不是要跟他 配合一起劇 結果500看著... 你在幹嘛 看著他 你就是黃紫嬌啊 然後我是500 然後你就是黃紫嬌 我是500 那你就是黃紫嬌 你為什麼說你是500 就開始吵了 一陣冷 然後呢 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還是照印著頭皮訪問 對 印著頭皮訪問 然後整段要鋪陳的那個... 那種感覺 對 就尷尬 那是製作人非常的尷尬 那我想這種尷尬的事情 玉琳哥應該很多 我看講一集 對... 不要說講一集 講一記你都講不完 太尷尬 所以今天來聽聽別的製作人 就是因為我們康熙來了 歷任那麼多製作人 我們挑出其中四位呢 他們來講一下 他們遇過的這個尷尬的事件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位是安華製作人 因為那時候康熙來了邀請到 英國的男團 算是天團 TagLab 來上節目 那那時候 但是... 你知道因為他們是英國人 那我們是講中文的節目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跟唱片公司 一直討論很多很多的主題 但是都一直討論不出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點 想說姑且一試好了 我們那時候康熙的一個 著名單元卸妝 很多女明星就趨之若無 我們自己來報名說好 我為了TagLab 接招和唱團 我願意卸妝 然後呢 他們都在那個 接招和唱團前面呢 大秀割椅 但有人表演了海豚鷹 但卻沒有表上去 所以現場還滿尷尬的 但是來今天要辦卸妝比賽了 今天來卸妝的女明星非常勇敢 因為他們即將要在一個很重要的 世界級的偶像團體面前卸妝 我覺得我們這種單元 有需要請到這種國際巨星來嗎 我不了解 而且... 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耶 而且這五個女明星 應該連畫得很漂亮 出現在他們面前都唯恐不及的 建運來他們面前卸妝耶 好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 就是這五位美女 然後他們要在我們的重要來賓 面前把妝給卸掉 那我們的重要來賓呢 今天是天王級的評審團 他們將要看到這五個女明星 卸妝後的模樣 然後選出一個需要慰問獎金的人是誰 我們一起來歡迎來自英國的 Take That 我現在很難跟他們解釋 為什麼康熙會發展出卸妝這件事情 所以Kevin是他們的新參賽者嗎 我想要先問一下就是 在英國有沒有類似的節目 然後 我們也想問為觀眾要看這個 但是... 我覺得是很興奮 我曾經去台灣 所以我知道這類的電視節目 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台灣 有很多另類的節目了 對啊 我喜歡它 很好玩 很好玩 我讓他們選一下 包括小孩子在念 他們覺得這六個女生 誰是最年輕的 Jason 你覺得誰是最年輕的 我覺得小孩是最年輕的 小孩是最年輕的 小孩是最年輕的 你覺得她是最年輕的 小孩是最年輕的 你覺得她是最年輕的 可能... 16、17歲 16、17歲 哇 謝謝 OK 請問我們哪個最年輕的 全民情 方便 很高分 你很高分 一位女主席 都是一個女生 和一位女生 誰是誰 我認為她 Ruby Ruby 這麼低 他會一半 他不會有這樣 有多老的 那是一個女生 OK 大家 我是媽 她 她刚刚结婚了两岁 对,我有一岁的妻子 恭喜 我不想听,我只想听 你不像她已经结婚了 恭喜,恭喜 我没有认识你会参加 我也没有认识你会参加 我们没有认识你会参加 好,接下来的新专辑是这一张 美丽的世界那她们这次来台湾呢 也是希望重温她们之前到台湾来 曾经见过的她们的粉丝 以及上过的好玩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五位美女呢 除了她们要有卸妆的勇气之外呢 她们也要唱一小段歌 来欢迎Take That 那首先一位表演的就是陶丽萍小姐 可是我需要时间 本身的温度 我的心脆肖冷 所以我仍然會治療 只要嘗試 要有一點自信 對 對 好棒 太棒了 Cowlin 你可以參加我們 真的 袁榮蘭也蠻厲害的 好 把麥克風交給袁榮蘭吧 為何要去做事情這麼困難 看來你的樣子 就像其他人 讓我震驚 生命像這樣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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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著 你變成誠實 你告訴我 我絕對你會不會 你會否認識 不 不 謝謝 謝謝 很厲害 好 那Ruby該妳了囉 加油... 好厲害 很厲害 好厲害喔 她最後已經成... 她怎麼又沒看到表情 她還吸流水啊 這樣 它還唱... 她還唱到什麼 她想做的每件事 這次就是要跟他們那個... 這首歌真的這樣 聽原唱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Ruby成功了耶 對啊 我們想要下個部分 我們要下個部分 我們要下個部分 你意思嗎 2 3 4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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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耶 好愛玩 而且這麼會要這樣子 很奇怪的 就妳一命 我跟妳講 長水泡的感覺 很帥 好 那接下來是李嘉小姐 好 I am beautiful No matter what I say What can bring me down You are beautiful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What can bring me down Oh no So don't you bring me down Today Yay 妳要唱嗎 我可以 我可以 真的嗎 他們都... Hello I'm D I'm going to sing a song It's my favorite song I sing a lot recently Oh my god Spray your arms wide apart And bring them back together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Spray your arms wide apart And bring them back together And bring them back together Spray your legs wide Spray your legs wide To anywhere you can spray the heart 好可愛 但是會不會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我們這樣看 不會覺得尷尬 真的 製作人自己覺得尷尬 那有的時候是現場尷尬 對 透過剪接之後 或者是播出的時候那種尷尬呢 變成很大的樂趣 就是尷尬到了幾點 就會變成好玩 對... 你印象中你記得最大尷尬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很尷尬 就是譬如說如果那種夫妻 一起來上節目都是藝人的話 然後他們吵架 對 就是原本是那種開玩笑 開著... 然後就開始吵架 有一點爭鋒相對 本來只是說吵個一個效果 沒有想到呢 越吵就越把教育室呢 真正的那個內幕呢 全部都咬咬出來 而且有的真的錄完之後 回去就再吵 在路上就再吵 對 那有一種尷尬是屬於才藝表演 每個藝人為了表演才藝 都花了很多時間在準備 那上場以後呢 全神貫注 專心的希望贏得滿堂的喝采 但是呢 藝術的事情不能勉強 然後很多人一表演下去以後 大家看得傻眼 那表演得很受傷 結果一播出以後呢 沒錯 對 那個我們有一位 那個康熙曾經的製作人 那個小星哥 對 孫樂星 小星哥 他也在我們節目當中有講述 他自己認為最尷尬的一段 前康熙製作人孫樂星表示 只要小鐘和沈玉琳來康熙 認真跳舞的時候 表演現場都會一陣尷尬 而他回想起這尷尬的主音 也許來自於這看起來 太過可憐的畫面 現在一同來回顧這段 令他尷尬不已的時刻了吧 對 前康熙有點失控 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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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燈 請問那個燈是什麼東西 那個... 那個是保護眼睛的燈嗎 董酒 對... 不會受視力是不是 那個... 太靠近了 這個...請問這個燈是什麼 她是我的舞伴 她是小燈 她是我的舞伴 她是小燈 好... 她不錯耶 妳這個新舞舞還不錯耶 好委屈喔 雖然噁心歸噁心 可是你是有那種節奏感覺耶 她有... 她是他們學校舞蹈師的台主 不過他們三個還有 有一位大叔 他今天是有什麼事 你好 你好 妳今天真的是唯一的男士 要來跳舞的嗎 對啊... 妳幹嘛穿這樣啊 因為我來打生存遊戲嘛 我以為你是模仿陳威明啊 不行... 大筆...終點 我其實大家真的認為 該有新的了 沒有啦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歌 其實大家對諧星都... 我們剛是開播以來 妳就在模仿RAM了吧 其實大家對諧星有個錯誤的印象 是 覺得諧星只會搞笑 不會唱歌 不會跳舞 我今天要證明這一點 OK 這一點是迷思啊 我是需要能夠幫諧星來平反一下 我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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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唱歌 Go rain, it's rain, it's rain 淘汰著著歌的 speakers 你給我看見 Go rain, go rain It's rain, it's rain Now, oh, let the music control my body 夢 속에 나의 입안다리 Don't make it just let it go 내 몸이 움직이는 데 움직이는 데 Go, let my body talk to the music 사람들이 기다리는 데 뭔지 我来得 Quer愛站在一起 夢中,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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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왜 그렇게 so可憐 好帥喔 老師好帥喔 謝謝兩位 Dancer,謝謝 謝謝 對 小鐘怎麼會... 怎麼會可憐這樣弄成這樣 可憐 我跟你講 小鐘你每一個舞步都沒跳錯 可是不知道跳起來 就一定用很好笑的感覺 而且你知道中間那個阿咪老師 是不是也用笑聲啊 對 阿咪也加成 不是製作人笑到在擦眼淚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每個人爆出笑聲的點不同 你知道嗎 對 你們每個人都可以 分享一個舞姿 因為你知道你站出來 真的是氣勢有出來 有喔 可是你有好幾段舞姿 我真的不懂耶 有一個我不知道怎麼跳 你可以教我嗎 哪一段 對不對 不是...有一個 大家慢慢來 好... 有很多幾個回味的事情 我很好奇喔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大家開始撐不住的時候 是他深呼吸的那個 就是把秀... 這個怎麼弄 小鐘 麻煩再來一次喔 這個不行嗎 再來一次 剛剛那個 有一個那個深呼吸那個 什麼意思啊 這裡出在熱人有什麼問題 老師說我這個動作做最好耶 不要笑 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在拉筋啊 不是 這胸要挺出來啊 沒有 我剛才承翰你都比你強 人家是有那個弧度波段都出來 你這個胸部要出來嘛 來 有啊 也不是這樣子耶 你也還好... KIMIKO...到底怎麼搞的 老師怎麼會 老師 你這個動作你做看看 你說老師無嘴是不是 還有好多喔 還有好多 有啊 他剛才好像在賣那個賣香雞 你怎麼一直勾… 來喔 賣香雞 我們真的可以跳 妳等一下跳 妳給我注意一下 我要不要教妳深呼吸那個部分 來…老師 來 深呼吸來 不是啦 胸要挺出來啊 剛剛那個挺胸的那個 好 來 所以 原來其實要有一點點壓肩 對 對 你有沒有看到 是肩膀的部分是不是 妳的下巴不可以抬出去 因為妳剛剛有一點壓下巴 不是 他們一直叫我陳維銘 我就習慣 沒有 還有小鐘你有一個開放 他只要一蹲他就會怪啊 有沒有 就有一個這樣兩下你都一直這樣 不是 蹲也不對勁啊 那個BIT是跟得很好 反拍是正拍耶 你明明就是 屁啦 你下蹲 你看 你按個BIT 你以為你按的就會很帥啊 這個點要抓到很難 拍子 他顧上拍子了啦 拍子有到吧 沒有 那個拍子有到耶 還有 小鐘你還有一招 你還有一招 這個 他不知道在準什麼的那個 沒有這一招就是REN的這一招 就是這一招 不是 慢慢來 不要急 剛剛有一個地方KIMIKO真的崩潰 就是 他好像有一個釣魚竿的動作 就是他一直這樣 什麼釣魚竿 那個是 性感的姿勢啊 什麼東西 你在拉什麼 纜線那一類的嗎 這有彎線是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拋出前方那根纜線啊 對... 這個... 這裡 這可性感的動作為什麼 不行嗎 什麼意思啊 這個就是 不是 老實說妳就幻想妳是那個 午夜牛郎的感覺 妳不覺得有那種感覺嗎 沒有啊 那妳說是什麼感覺 是 對不起 對不起 還好吧 我的臉也沒有做出偽性的動作啊 不是 那個動作妳做的時候 是妳在想什麼 因為我每次到這個地方會忘記 對 所以我動作會做特別大 可是他其實有用心揣摩那個動作 他又很想要怎麼樣 可是就是... 就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啊 可是我真的沒跳錯喔 真的 你還有一招他 有一招 他打了好幾招還一直這樣 對 我想說 你好像打兩次喔 打兩次 對 老師 這一招其實是怎樣 不用垂到是不是 不是 那就是 是這樣嗎 是鼓 妳沒有問題 老師 那應該是怎麼樣跳起來 那其實就是一個 對... 妳不用真打啊 妳不用真打 這樣子啊 妳其實手可以用 妳感覺很像在打空氣鼓的感覺 空氣鼓 對 他只會打空氣槍啦 然後臉放鬆 妳可以用鼻孔看上方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啦 三顆球來了 丟球 還有嗎 還有嗎 所以有背心這個部分 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也是老實說 要有性感的味道 怎麼辦 被他抓鬆了那一... 這感覺很可憐啊 整個演出 不過最後他那個脫下來 還不錯 從我這個角度看這邊 好像有一點線條啦 對不對 謝謝... 對 妳沒有完全垮掉耶 還不錯 有啦...還是有 妳在那邊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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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真的覺得這事情不能怪他 就是RAM在跳的時候 其實臉部並沒有抖動 沒有啊 好緊實啊 妳緊張的時候 臉就不自覺會抖 可是... 好像從前面大概30秒 在做那些動作的時候 整個臉就一直甩動了 對... 我跟你講 這是不自覺的 妳還記得前面的舞步嗎 記得啊 妳再跳一小段 不要聳肩... 妳就不會抖下巴 她臉為什麼會甩動 這是肩膀的問題 所以才會抖下巴 因為她聳肩了 所以她下巴已經僵住 她只剩臉... 可是她臉頰要怎麼辦 才不會這樣垮 打肉毒感覺吧 打肉毒 不知道想要一個幫我釀 這樣好很多 這樣沒有抖喔 有...有幫助... 連眼鏡也要戴那種 有後面有綁的那個是什麼 感覺好像拖線在跳RAM 可是她有力氣跟我們講那麼多話 都沒有喘得要命耶 對啊 妳還不錯耶 有沒有大吃一驚 就是體力怎麼還不錯 不會說舞蹈 動作真的還滿感動的耶 就是感覺是有真的在練習 對啊 不要最後RAM的音樂抽掉 放什麼奪標或者小丑 那看起來會很慘不忍睹 這是Good idea 我們可以試試看 結尾...整段慢動作對不對 用這個... 老師妳試看看奪標 然後我跳RAM的 不是蓋人喔 不是 不跳得不好不是妳的錯 小鐘妳就不要再勉強啦 大家都有看到妳的用心啦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玉琳哥 你看到小鐘這樣跳 會不會覺得尷尬 我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你跳起來更尷尬 對 因為我的風景跟他一樣 小鐘有一次跳國標舞 他跳跳跳跳 他因為很激動 跳跳跳跳 本來在攝影棚裡面 對 對 差這麼遠啊 對 那我是跳著跳著喔 常常會這個好像隨時要那個 要在舞台上訓練 對 要見祖先那樣 對...跳到會往生 剛剛這個是那個 孫樂欣覺得他最尷尬的 排行榜第一名 那你知道喔 這個算是你的恩人 B2哥啊 對... 在他心目中呢 最尷尬排行榜第一名的人 是誰妳知道嗎 是誰 就是我 對 這麼尷尬 有一次不是特別安排 你那個小年夜拉主Key嗎 你還記得那段往事嗎 因為呢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拉主Key 對 因為他...就後來變成一個傳統 就是每年小年夜都由我來主持 那第一次是尷尬在哪裡 第一次是2008年還是2009 然後就是... 就是我講著... 就是我會很不自在 因為我是坐在康永哥的位置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跟蝴蝶前面有一段表演 然後表演完之後 然後我就要開始訪問了嘛 那就是訪問的就是 很沒有自信 就是很虛 然後每次講一講...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插話 然後就開始幫我訪問 那說真的 前幾天的時候 你會不會壓力很大 想說這個難得的機會呢 一定想要表現得很好 有 我特別去準備了一段表演 然後還去想了 就是開場白要講什麼 因為康永哥不是每次開場 康熙開場他就會講一段話 但他的話術就是很輕鬆的 那我就想要學他那種輕鬆的感覺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康永哥 人生往往是這樣喔 當你那個費金星是想要 Do your best 結果沒想到做出來 卻Do your baddest 對 你反而做得很差 那個信心上面的打擊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來回顧一下 漢典尷尬的一刻 慘不忍睹 我最記得的那個畫面就是 我們第一次做小年夜 小年夜那時候就是想讓主持人休息嘛 所以讓康永跟SK在旁邊休息 讓漢典當主持人 然後再搭配一個女來賓這樣 那這是我的災難的開始 我記得那一天我們錄的 明明時間沒有很長 大概只有錄了四五十分鐘 但我們感覺我們過了一整年這樣 這是我們印象最深刻 因為如果那時候康永哥 很認真的問我們說 這東西你能播嗎 但我覺得那是我人 人生中我們最難熬的一次 也是我們印象最深刻這樣 今天康熙來了呢 特別在小年夜啊 為了要感謝呢 本節目兩位非常優秀的主持人 他們一整年來呢 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所以呢 今天呢 要讓他們兩位呢 好好的休息一下 坐在我們的來賓席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 非常厲害的兩位主持人 蔡康永先生以及徐希蒂小姐 歡迎他們 我們是來賓喔 我們不是主持人 我們是非常厲害的來賓 請問今天是要慰勞我們嗎 是 但是就讓你們兩位 為什麼要看那麼爛的主持人 沒有...讓你們兩位好好的休息 那我今天呢會盡力 我是小康永 會為各位來盡力 好有趣喔 對啊 好有氣喔 謝謝 有開心對不對 還不錯喔 還有別的模仿嗎 什麼 還有別的模仿嗎 想看什麼 直接點 今天你們兩個高興就好 把筆吞下去 把筆吞... 這不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今天呢 因為兩位是坐在哪裡 你處理得了全場嗎 可以啊 你們有看到我現在處理得不錯 我覺得非常僵硬啊 是僵硬嗎 妳說我哪邊肢體僵硬嗎 就是談話非常的就是 加油... 但是我要提醒兩位就是說 今天因為你們兩個坐在那邊 可能鏡頭 有通電嗎 不... 鏡頭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們要適時懂得搶話 鏡頭的時候我受不了耶 我一定要鏡頭多啊 對...就搶話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節目的流程跟節奏 好不好 不要打算我的節奏為主 我的蘋果光 蘋果光 把錢... 蘋果光的問題稍微處理一下好不好 請問一下說兩位 你們今年一整年來 你們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們感覺怎麼樣 我兩位 對啊 就說你們... 我以為你要問我新年新希望 那新年新希望是下一題 只要給他官方回答囉 對 就很榮幸能夠為觀眾 做了一年的服務啊 希望明年還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 對 說實在每一年康熙都沒有停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因為算一算節目也做了五年了 也真的 然後就是希望明年那個 陳漢年可以徹底的消失 你是認真的想跟我們聊天嗎 我是真的認真的想跟你們聊天 但是我覺得今天 因為我一個人站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已經鬧了他 他根本就定不下心來 好 我不要鬧...不要鬧妳 因為我覺得呢 一個綜藝節目其實一定要 巨男美女兒對不對 你幹嘛模仿洋帆啊 我沒有再模仿洋帆啊 但是如果你點到 我就用洋帆來做一個這個題目 好 那麼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比較空一點 沒有問題 馬上介紹我的partner 不是別人 他就是我們兒童界的小S 蝴蝶姐姐 掌聲鼓勵 來 歡迎蝴蝶姐姐 大家好 大家好 蝴蝶姐好 來 坐...好不好 終於可以坐下來 很高興... 坐... 謝謝 我怎麼有一種看... 鄉下的節目 我好害怕喔 為什麼來賓壓力這麼大啦 你們兩個都回到這一集 對啊 我今天是小S耶 對啊 OK 你趕快救他... 等一下為什麼你們兩個看到他 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不曉得他還不適合這個打扮耶 你們看... 有沒有 這個姿勢有沒有看過 好可愛... 你扮起來比千萬點好看很多 真的假的 好開心喔 好有默契喔 好不好 坐... 我們坐這裡好了 好 那事實上蝴蝶姐姐呢 也是從康熙發肌的 可以這樣講嗎 對不對 可以 是不是喔 有什麼好笑嗎 有 那今天看到兩位主持人 坐在來練習 他哪裡來這麼多客套話啊 就是... 來賓 我是主持人對不對 待會兒主持人講一講 來賓一直在那邊插話 就是... 今天就是要給你這樣的感覺好不好 覺得好業餘的感覺 完全放鬆 好連假的節目 完全放鬆 小年夜 有人在看電視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人在看嘛 小年夜說真的 要跟你們說恭喜... 恭喜 就這樣而已嗎 不是... 我有準備 我現在太緊張了 應該很多話要對他們講 就是去年康熙來了就是 那個幫助很多任務的那個 知名度現在享譽國際 連柬埔寨丹麥都有我的粉絲 真的 我是說真的 真的 我是說真的 所以我要謝謝康熊哥 還有小意思教我 妳說丹麥的粉絲有那個... 有上網 然後寫英文嗎 我不知道 還是我爸爸告訴我的 所以我今天有準備禮物 要送給你們為了兩位 是有一家服飾店 叫做丹麥服飾店嗎 不是...是真的國家 那個門不能開喔 他要拿禮物送給兩位 好凌晃的主持人喔 他可以拖啊 這個門原來不能開喔 OK... 這個... 要謝謝康永哥 我準備了東港三寶圍魚送 要謝謝你 然後還有我的訊息 對 你的是櫻花蝦下酒餐 因為我知道你愛喝酒 謝謝 是你的家鄉的那個 不是我的家鄉 別人的家鄉 所以妳不是東港人嗎 我是三峽人 那妳為什麼要送東港的 因為我去東港出外景啦 不是 然後這個 你們節目可以再無聊一點嗎 叫什麼好聊的 還有... 貼貼畫送給你女兒 然後這個 謝謝... 謝謝... 還有... 2010年的幼兒家族年曆 上面還有我和漢典 有... 有我的簽名 這是立嗎 這只有一張耶 這是年曆啊 年曆啊 不是年曆人喔 是年曆喔 等一下... 謝謝 等一下...還沒... 我們還沒送完 因為兩位真的辛苦 因為我覺得站在兩位旁... 站在兩位旁邊 真的是我的榮幸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你們兩位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帶了禮物 要送你們 有我們的臉 有我們兩個的臉 你們兩個就放鬆心情好不好 我沒辦法放鬆 跟主持在那裡 當作在家裡面看電視 好不好 好 我在家裡才不會看這個節目 加油 然後我們當然不是說帶禮物 然後來這邊亂哈拉一下 我們今天還有帶得非常好 不要再看著我了 你們趕快進行去 沒有...我們今天馬上帶得非常近 來的表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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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好 謝謝兩位 帶來給大家精采的表演 有融合特色 我有看出來耶 有融合特色 好 來... 我們跟你們講解一下 我們先坐好... 好慘喔 先坐一下... 覺得怎樣的表演 你們覺得怎麼樣 開心嗎 幹嘛做 很好啊 不會 就很感動... 你們練那麼久 真的不好意思 是你自己編的嗎 陳漢典 不是 是專業的老師 KIMIKO老師編的 小燕姐出來啊 很用心 還好 還好是不是 不會 這主持人是要把我 你逼到什麼地方去 為什麼要一直逼我們 講他們要講的話 不是 小燕姐 那我也要問一下 那妳對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妳覺得因為我常常站在妳旁邊 就是一個無聊痛苦的 就是妳在模仿的時候 非常的有才華 可是妳只要變成丞翰一點 我就覺得好可怕 因為其實有時候私底下 我也試圖想要跟妳聊天 那有時候節目開場之前 因為我都運用節目開場之前 短短的幾十秒鐘 然後會跟兩位主持人聊天嘛 然後聊一聊... 然後S姐每次都譬如說跟我講一講 然後講完之後 然後她就直接就轉頭了 就沒有要繼續聊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在 快要倒數五四三二的時候 我就會基於禮貌就說 丞翰 你們拍那個孟甲累不累 他就說 其實喔 因為我戲這邊也不是很多 然後我就已經在看遠方了 對啊 妳還在講還在沒... 其實呢 總歸一句話 就是那時候太緊張了 不夠放鬆 然後他們也不夠放心讓我去飛 第一次算是妳跟蝴蝶姐姐第一次 算是通台主持 對 第一次通台主持 而且是在康熙這個位置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忍不住想要問妳一個問題 後來妳跟蝴蝶姐姐 為什麼沒有修成正果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開始過 我們就是所謂的那種螢幕情侶 就是說在主持節目啊 然後嘻嘻哈哈的這樣 然後可能也是 讓人家來注意這個節目 那時候也是有用這個方式 那你們私下有在互動嗎 私下我們好像真的好像 也沒有約出去吃飯 有一起吃過飯 也沒有 就是那種 譬如說慶功宴的時候才會 那好像約裡也各忙各 One by One的時候是沒有 真沒有 還真沒有 真的沒有 對啊 就是For工作啦 好吧 對啊 要不然就是慶功宴 那他結婚的時候你會去嗎 當然會啊 因為我就是新郎嘛 很少有新郎知道的啦 沒有啦 開玩笑啦 我跟他真的是好朋友啦 一定會到... OK...好啦 這算題外話 這個因為... 因為就是觀眾也都很好奇 這個事情 好奇... 因為那個時候也... 大家講得非常熱烈這樣子 那麼這個接下來 是我們李國強製作人 他心目中認為最尷尬的時刻 叫做這個《和聲崩潰災難篇》 這個被列為2014年 在音樂史上 在這個流行歌唱史上 最慘烈的一次 和聲走鐘出錘 沒錯 那一天呢 我剛好也在現場 那天是有多尷尬 有多尷尬 我們看了就知道 OK 請看 前康系的作人李國強表示 當時李慎傑來到康熙宣傳 並在單元中擔任 最強和聲的角色 不要卻被演員許騰芳以一首 走音版的冰雨打亂了和聲的節奏 讓現場的氣氛尷尬到不起 現在再一同來回覆 這段令他尷尬不已的時刻吧 出片歌手來當和音啊 這樣對你好意思嗎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太多準備 就是接受挑戰 最厲害的歌手 是不是只要音樂一下 然後一有那個歌的melody 你就可以和上去了 通常是要聽到三度音 對 李慎傑那四個人當中 你比較願意幫誰... 這四個人你想幫誰回 我比較想幫昌明哥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我印堂有發力 我默默覺得他只要音唱準 我大概就可以抓得到 真的嗎 來 許騰芳選什麼歌 冰雨 劉德華的冰雨 為什麼 因為比較安全 冰雨是安全的歌 完了 我待會兒都不會唱 冰雨我有一點不太熟悉 我只能拚反應 就他的T是比較... 就是比較拚 冰雨你會 對啊 很紅啊 很紅啊 對啊 其實我是OK 有時候在節目上面 效果嘛 你最近還有練什麼歌嗎 很多 很多 你不熟這首歌喔 完全不熟 所以講要怎麼合 我靠反應啊 我本來想說 我們要不要換一下一首歌 英文歌我OK啦 那個 這個Kellis Whisper Now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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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我了 不然我跟你講 李鑫姐 你如果很擔心冰雨的話 對啊 怎麼辦 你可以在另外三位老師當中 再要求一個人幫你一起合 太好了 你要找誰幫忙 這兩位都很好啊 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幫忙 冰雨你可以幫忙對不對 許騰芳 那個等一下你的合音 會有超過一個人以上 因為那個... 好棒喔 非常好聽喔 想會一起幫助你 好 來 上場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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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一份愛 怎麼會慢慢的 冷冷的冰淇淋在臉上 胡亂流淡 暖暖的眼淚跟海雨混成一塊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蓋 你的影子無情在身邊徘徊 你就像一個筷子手把握出來 我的心仿佛被刺到狠狠的在 懸崖上的愛 誰會願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最愛的你還 怎麼不熟啊 你們這邊有全音嗎 有啊 有... 有 你們在嗚嗚的耶 對 因為嗚一個人很難... 就是聽起來會很難 嗚要兩個人以上 對 比如他唱... 他唱拉 我唱兜這樣子 對啊 才有合音嘛 如果主唱來唱 然後我們一個人這邊 嗚一條線 很窮 一個人嗚很蠢 對 很蠢這樣 那你們剛剛是兩個人嗚 對 兩個人嗚 就比較沒那麼蠢了 然後我只聽到李仙姐 最尾巴那一句唱的音 就是重點 還是說許騰... 許騰芳是不是威力太大 就是他是不是唱歌太大聲 然後又是一塊搬不走的石頭 那你拉著吧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比較沒掌握到 我有點嚇到 後來就慢慢回到正軌了 他很大聲啊 我這次不是在走道上 我被拖進房間去了 拖進去了 都在包廂裡 我被拖進去 這個我已經喝醉了 真的有什麼果實 自信滿滿的恆人李仙姐 卻無法拯救這走音版的兵語 這段令作人達人專的插曲 還有什麼後續 我們趕快來瞧瞧 你們三個人你們自己講 你剛剛那個歌可以聽嗎 我覺得佩甄唱得還不錯 而且他還沒有唱的時候 我就跟唱平哥說 我有聽到他就是在那個 練習 練習的時候 對 我說 我說相信我 我說我覺得我們有贏面 真的 他看起來 不像唱那麼糟的人耶 他看起來很會唱 你不會在KTV 還得到過讚賞吧 當然是沒有啦 唱氣氛而已 就快歌的時候會有氣氛 但是他不容易被影響耶 所以這種人要幫他合聲很困難耶 因為他聲音本身音質又很明確 很大一塊啊 所以你們兩個才在後面屋的時候 沒有什麼幫助耶 真的嗎 聽不到 有可能要到前面來一起 才會有融合的效果吧 可是我覺得合聲如果大聲一點 對於主唱可能比較有安定的效果 你說可以不用那麼客氣是不是 直接壓過去都沒有 我覺得是OK 我們剛剛合得有點客氣 對 你們很客氣 對 好小聲 因為有時候要大聲一點 合聲越大聲 主唱會更大聲 然後就會很有自信 真的嗎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 我們會介紹 但我們也是怕他越來越大 對 等一下擴掉怎麼辦 就是他這種帥的人 在包廂裡就是 女生應該也不會太在乎 他歌的語言不怕 可是大家就覺得來玩就好了 對 很鄰家男孩 就是很想跟他一起在KTV對唱 因為他很好配 對 還可以配酒啊 配酒 謝謝 這個不能怪這個李聖傑 為什麼呢 因為哥如果不熟的話 他沒辦法去抓那個音 但是憲哥教過我一個 百搭萬用的合聲法 叫做一字合聲法 好 我來 你唱 我來合 冷冷的冰雨在 臉上胡亂的拍 我的心想伏輩 遲到恨恨的在 我來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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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就是這樣 一字合聲法 那好像在念經 對 就是你把那個聲音 都當作... 像外星人講話是沒有音調的 大家好 我是外星人 你就是用這種方法 任何歌都可以 好 現在再示範一次 我唱 用天良苦你用合音 你說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腳 情滅了 愛惜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 一排集合啊 算是音樂教學 對 大家好 我們是1.0 Yeah... Thank you... 好 祝大家都有良好的視力 1.0 對 大家學起來了 以後呢 就可以到處幫大家合音 李聖傑就是沒有學到這樣 對... 那一天難免尷尬 對啊 所以幹嘛呢 只要有歌詞就能合音了 對啊 幹嘛怕呢 大聲唱出來就OK了 好 今天為大家回顧的就是這個尷尬片 我們剛剛那一段會很尷尬嗎 不會啊 我覺得很有樂趣啊 有樂趣嗎 對啊 OK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歡樂康熙 下次見 拜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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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的冰雨採 臉上胡亂的牌 我的心臟不可以吃我深深的菜 來... 來...